其实两位都很棒 今天晚上是你们两个 在这里跳得最好的一次 谢谢 你们把不同的舞种 能表达的都表达了 一个看起来很专业 中介者是专业 那个是老乌鸡 所以他们两个 从技术角度来说 非常非常棒 那中介者你知道 头盔歌是谁吗 我猜他是一个王姓议员 我猜他也是王姓议员 什么 都姓王 王伯 王子兰 王子贤 我猜他 名字里有一个E 我猜你名字里也有一个E字 到底是谁啊 我感觉你是王一博 哦 我感觉你是王子逸 王子逸 王子逸会breaking 头盔歌 我们有合作过吗 我看过你的戏 千万不要说你小时候看过我的戏 有一阵子你跟王力宏 我分不太清楚 我票就投给中介者 我告诉你 和你怎么跳 就是中介者 反正你都不想选我了 我想问一下中介者 你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选择了他当你的对手呢 我当时看他是Battle王 我的标筹是Battle King 我以前是个B-Boy舞团 B-Boy 然后我那个团在三年内 应该拿了四五十个冠军 是谁 这是谁 还有很多可能性 我也拿过很多很多的奖项 但是都是青少年组青年组 少儿组 对小时候还进过KOD的海 快你们想想 你这KOD选手 快 过海 过海多难 KOD大哥 KOD就是过海难 这样好不好 两位都是King吗 我们不如现在 Battle一下吧 WOW 快了快了快了 快了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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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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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他是谁了 我知道他 头盔哥在Battle的时候 做那一招出来的时候 已经在告诉大家他是谁 那一招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他的招式 对 还有一点就是他的耳朵 在现场我就看认出来了 因为他耳朵太有特色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我们各自的选择好吗 志庭 其实 在看Battle之前 我心里面一直觉得是 终结者 因为 你卡点 你的popping 我不是专业 我都能看得出来 真的技术太好了 其实头盔哥在他的 主要表演部分 我觉得他是选择了 玩far 而不是玩这个技术 刚才在Battle的话 就看到你的技术 但是还是要选一位的 那如果一位的话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终结者 我给头盔哥 谢谢 谢谢 冯荣老师 谢谢 我不知道有Battle这个环节 如果Battle 你也可以改 我给早 我不能改 我这已经写上了 对对对 以作品为主 以作品为主 好 我当时 你不用改了 没关系 我们是三个人的答案 我们的评审 还有我们的观众团 还有助力团 主要是观众团 是的 所以我们马上来看 投影到大屏上的 两位舞者的最终得票 请看大屏 本场对决 票高者直接进击 票低者进入淘汰区半接面 我对我的表演很有自信 如果以一个秀的内容 丰富度的话 是很够的 那唯一担心的就是怕说 我的个人展现比较少一点 因为我们两个是完全 我们两种感觉 两种风格 其实很主观 所以蛮紧张的 蛮有压力的 终结者赢了 谢谢 我的头盔哥 头盔哥 头盔哥 你最棒 终结者 他会很多的舞种 是他的优势 他可以用自己更多的身体 去表达更多 他也想表达了音乐的本质 然后他的舞蹈比较有层次感 就是感觉是 一层接一层 一层接一层 我选择的是终结者 哇 我觉得在艺人里面 如果能跳出这么强的质感的一个舞蹈来说 我觉得 这应该第一个就震撼到我了 超帅 超帅 好 黑哥 因为我的舞蹈 比较希望是 可以有一些创意 可能一个小孩看这个节目 都可以说 哇 爸爸 飞机 我觉得很开心 我做到我想要的画面 也是我心中最好的表演 我们先要恭喜的是 我们这一轮的获胜者 终结者 接下来我们将由终结者 为我们的头盔哥进行半截面 我们请头盔哥背过神区 这我好紧张啊 我们现场倒数三秒 三 二 一 接了吗 谁 这个还不够明显吗 谁啊 有些作骂 不是姓王的 不是姓王 我也觉得不是姓王 你跟我讲的是 眼睛一出来完全连呀 打动心灵 你触碰我的心 我发现了 我发现了 好了 让我们再次掌声 恭喜这一轮获胜的终结者 顺利地进入第二轮的 泪珠挑战赛 头盔哥 但是你要知道 你还有机会 还有一个晋级的名额 一会儿 你还有一个小棋舞 可以加油好吗 那我会拼到底的 为了棋的舞 1.0的名 赛 我没想到跳舞这么好 因为是第一席嘛 我希望我可以 留久一点啊 我如果背后 我还可以再胜出 我还是可以晋级啊 对吧 所以我问到你 有之前保守的心态 我必须 来一点狠的